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說現在未來 因為您畢竟的任期是到12月25號 如果未來下一任的市長是同一議會這麼做的話 您還會再跟市民再做相關的溝通嗎 我跟你講 我當了8年的市長 我非常清楚 改革一定要從內部改革起 什麼意思你知道 議會手勢他不給你資料你哪有辦法 我當市長以後我是下令 議員手勢全部要給 不給的部分要專案 要有府會聯絡人的長官同意 或是到秘書長以上才可以同意不給 所以我們是採用公開透明 你們台北市每天挨打 其實我是故意挨打 挨打過程當中可以把我們內部的問題一樣一樣清掉 所以我也明白告訴你這是取決於長官的意志力 取決於長官的態度 不然你那個新竹市十二億棒球場 如果在台北市早就公佈了工程款的細項 到現在為止新竹市政府有公佈過嗎 十二億棒球場就這樣打兩場結束 也不用跟社會交代 所以我跟你講改革一定要從內部才有辦法改革起來 從外部是很困難的